大家好,我是橘子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意黑科》,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。 现在机器人智能一直是世界各国都在发展的,但是大家知道吗? 要说哪国的机器人发明最领先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日本。 别看咱们对日本不怎么友好,但是人家有的优点确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 就比如下面这款女机器人,号称是日本最逼真的机器人,男人看了都想娶回家。 当然了,这有点夸张,但是你也得有那个钱才能娶回家的呀。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,这款机器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啊? 这个机器人有着一张精致的日本美女脸,身材也是细胳膊细腿的,可以说从头到脚都很逼真,连毛孔都跟人类一样。 并且它可以通过麦克风和传感器收集信息,感知聊天对象的声音和动作,在经过一系列人工智能处理后,就能流畅自主地进行对话。 而且它的声音是以声用的录音为基础合成的,非常像日本女生的声音。 在它的眼睛、嘴巴等地方,有19处可以通过气压进行活动,从而呈现出各种微妙的表情。 它不仅仅有着出色的语言和表情管理系统,身体活动也几乎可以像人类一样。 当然,这款女机器人也只是众多女机器人最逼真的一款。 除此之外,日本还推出众多类型的机器人。 看这情况的话,有可能未来男女失衡,到时候你愿意找一个这样的机器人女友吗?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